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高航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3日星期五的重要新闻 首先看到川普总统登上新航空母舰时表示 他希望扩大国防开支 让美国建造更多舰艇和飞机 包括航母恢复到12艘 让美军拥有最精良的装备 国为远洋 川普总统2号参加了Ginia州 New Park News造船厂登上海军新一代 核子航空母舰福特号时表示 政府要扩大国防开支 他新提的军事预算在美国史上增幅最大 他希望美军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 川普表示 他希望美国海军恢复拥有12艘航母的标准 目前美国拥有10艘航母 这番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川普竞选时多次表示 美军的军力下降 他保证将重建美军 去年10月在维州海滩市竞选时 他表示 维州是建造美国海军新型战舰的重要基地 川普表示 美军的规模距完成的使命仍然太小 美军的服役的战舰 应该从目前的270艘增加到2020年后的308艘 未来增加到350艘 川普表示 美军提供最好的全球装备使美军获得可预防战争的武器 他说美军的强大军力不必使用 但如果使用 将使敌人面临巨大的灾难 福特号航空母舰造价129亿元 是美军新一代的第一代航母可容纳水兵2600人 福特号在费用多次超标和速度延期交付后 将于今年服役 白宫本周公布了军事预算要为国防部增加军费540亿元 使得国防部的预算增加到了6030亿美元 白宫证实 当时还是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弗林 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 为了在新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 白宫表示 当时还是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的弗林 确实在去年12月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 在场的还有川普的女婿 此次会面 只是为了在新政府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 去年12月29号 俄罗斯大使基斯里亚特被招到了国务院 美方向他宣布将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还有其他的制裁 使得这位大使非常愤怒 当场表示要强烈包袱 但之后36小时 大使频繁地和弗林通电话 据情报机构间听到的内容是 弗林请俄罗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等到1月20号川普上台 两国的关系将会改善 由于弗林没有报告和俄罗斯大使的这次通话 这件事情被揭露后被迫辞职 担任国安顾问只有25天 目前两党都有国会议员提议任命独立的检察官 调查川普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 副总统潘斯承认 在担任印第安那州州长时 曾经以私人电邮处理公务 美国副总统潘斯办公室发表声明 承认有使用私人电子邮件处理公务 他以指示律师监事相关的电邮 确保他在担任州长期间 所有同公务有关的电邮归到 潘斯出任印第安那州州长时 曾以私人电邮处理公务 跟多位的高级顾问交换意见 话题涵盖了州官邸的安全措施 以及美国如何回应全球恐袭等等 电子邮件在去年被害客入侵 不过印第安那州法律 并没有禁止公共部门的官员 使用私人电邮 潘斯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 曾经强烈地批评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担任国务卿期间 以私人伺服器处理公务 危害了国家的安全 因此潘斯这次的事件 传出备受瞩目 将焦点转向亚洲 中国年度全国政协 人大会议开幕 为金秋的十九大开路 开幕前夕又出现一波打虎行动 反腐成为两会会期 民众最关注的热点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会议 先后于3月3号 3月5号开幕 今年的两会是年度的立会 同时是本届人大和政协 最后一次会议 更特别的是 金秋将召开的十九大 两会因此成为十九大最后的一场造势 安冠例 今年两会的焦点议题 仍然是审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 政府工作报告 同时要审议发改会的报告 和国家账本的财政预算报告 人大政协工作报告 加上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而法律程序 加上了审议民法种则草案 如果得以通过 则标志了中国民法典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将开启民法典时代 除了民法总则审议 整个两会看似平平顺利的交班工作 却在开幕前出现了惊雷 除了早几天撤销了 违纪的前台官员 郑立中政协委员资格 先后抓捕了 辽宁贿赂案中的大户 省人大副主任李文科 上海政法首虎前检察长 程序之后 政协大会开幕前 又宣布了全国政协港澳台桥 委员会主任孙怀山接受组织审查 孙怀山不只是政协的专门委员会主任 他也是第十八届 也正是本届的中央委员 政协人大会以前举锤打虎 连续第十三年反腐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热点 湾区消息方面 西股一所私立高中四年前 投资Snapchat1.5万 而如今随着Snapchat上市 而获利4000多万 学校的成长基金大丰收 将会用来设立一个新的STM的课程 五年前创办的社交网站 Snapchat2号上市 每股的底价17元 第一天交易就以24.5亿元收市 涨幅达到了44% 市值增加到了330亿元 股价大涨 两名共同创办人斯比尔格和梅菲 各自的身家也暴藏至了45亿元 成为全美最年轻的十一富豪 除了两名共同的创办人 另外还有不少的致富神话 例如山景城的Santa Francis High 于2012年投资15000元给Snapchat 由于是最早的种子投资 得到了210万股的Snapchat股票 这所高中在上市之前 以17元的底价出售了三分之二的股市 先赚到了2400万股 但继续持有另外的三分之一的股票 共有70万股 这70万股如果以首天收市价 24.51元来计算 可值1715万元 2400万元加上了1715万元 等于4115万 4年前的1.5万变成了4000多万 这也算是一个投资上的奇迹 原来这个学校有一个成长基金 用来做投资 希望可以利用赚到的利润来建设学校 该校的华裔校长邱赛蒙表示 从Snapchat赚到的钱 将会在该校建立一个新的Steam课程 最后一起来关心体育消息 NBA勇士队在少了主力Kevin Durant之后 进攻效率不张败给公牛队 也使得勇士自2015年以后 首度吞下两连败 NBA直篮勇士3号客场出战公牛 由于少了阵中的得风王 篮板王Kevin Durant 而显得格外的吃力 最终以87比94输球 只是自2015年首度吞下两连败 这也是让他们例行赛连续场次 不曾连败的记录 停留在了146场 勇士此场半场 打完取得了4分领先 但是没有想到进入下半场 猪羊变色 公牛在Region Roden单截8分的投注下 打出了32比22的攻势 决胜第四级 更彻底的锁死了勇士的外线攻击 让勇士引以为傲的三分炮火 全部落空 最终公牛逆转拿下了胜利 在Duran缺证的情况下 勇士此意以Patrick McCall顶替先发 虽然有11分的不俗表现 但是和Duran强大的牵制力 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少了Duran的稳定供输和牵制 浪花兄弟三分Curry和Clay Thompson 虽然仍有23分和13分的进账 但是两人三分球 共出手22次 即命中三球 勇士此次全场命中率只有38.6% 准心尽失的情况下 输得并不冤枉 公牛首要的攻城是Jemmy Belt 攻下了全球最高22分 另外Barbie也有17分 13个篮板的双10号表现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